当我们为人祈祷,我们怎样帮这个人更加渴望神 怎样继续跟从神 所以这个必然是有教导的 所以我们为人祈祷总会有教导,有长有短的 有时很短就是说,你开放的心,耶稣在爱你 你相信神爱你,你就会得到祝福,这都是一个教导的 所以必然有教导,你经历圣灵,经历到平安、兴散 就是因为神祝福你 那既然神祝福你,你就继续,你想耶稣祝福你 那你就引祂信,带领祂信耶稣 然后祂就愿意信之后,我们又告诉你怎样跟从,怎样去祝福 那我们,首先你先说到一个问题,就是祈祷的时候 好像不太见到祂的经历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,我们本身要学灵的祈祷更加投入 当你月头入,在我来说,大约是95%以上的人 是即时会看到祂要的,就是我为祈祷的手 就是当你习惯了,你自己做习惯了,你自己随时祈祷 一祈祷,立即感受到能力,你随时随地都容易经历的 那你为人祈祈祷也会容易很多 那这个首先我们自己学习了用灵祖告 也都引导祂,在祈祷必然引导祂 如何去爱慕神,相信神的爱 你的生命,你越跟从神就越得福 这是圣经所应许,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 就告诉祂听 有教导,你所经历的,你感谢神 帮助祂立即感恩,他就会越感激就越经历 感谢神